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更精彩的稍后告诉你 许信良他也是语出惊人 他说这个郝伯村没看儿子当总统一定死不瞑目 所以郝龙斌绝对会职工2016总统大选 还有宋楚云好像是老计福利也不会闲着 至少我相信郝伯村他不愿意见到黄明当总统 好蔡正元神明两周今天露面了 他说大连舰队惨败是输在阶级斗争 政策不当人事之争 特别是马王斗争 至于他快被罢免了 他说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飞台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身上认为说您需要为盛文的败权负责 您自己也没有什么想要 外界的评论我没有意见 我不认为我个人的这个作战方式 是连盛文失去选票的演练 是盛文还有跟盛文联络吗 有跟他谈过这件事情吗 这些事情你所说的 这些事情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他有什么反应 他当然他是一个非常敦厚的人 他很多的委屈都往肚层那边吞 而且是即使在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晚上上还是战力十足 所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新生代的国民党员 你总几次都表示说很有信心 但是你现在又说他其实老早就掌握到一个 所以你可以说是 这个王金平院长对于连盛文的支持 可以说不以疑虑 他真的非常爱护国民党新生代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心中当然对于这些分析调查报告 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 可是他仍然全力为连盛文 这个浮衔 我看在眼里面非常感动 王院长真的很了不起 那个民调的东西吗 到底是什么 他不只是一个民调 他只是一个一份很厚 而且很完整的分析 上面写了些什么 他内容是民调 而且各区的每一个区 台北是12个行政区 很细腻的分析 那结论就是一个 他说除非有奇迹出现 要不然连盛文不可能赢得台北市长的选举 王院长也听到的反应是什么 他丢给我看 那是8月7号的事 我倒抽一口冷气 你会觉得盛文的败选 其实是国民党自己高层自己的问题 这是我讲的嘛 就是三大原因嘛 政策失当 这点很严重 第二个 人事纷争 更严重 还有对手所发动的阶级斗争的伎俩 我想这三个原因 主要因素 这个内湖史内浦 南港记者物 现在面临两头烧 他内外交迫 他面临要被罢免 看看他怎么说 委员这一次你打完选完战之后 现在网友对于就是要罢免你的 会不会很难过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土敌本无数民进议会台 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在心上战争论的为止 会不会怕说自己立委地位不保 这个立委对我来讲 是一个身外之物 我没有什么保不保的问题 如果你要提一个答对书 那你有打算要陈述上那个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这目前不像我心上战争的位置 因为我不是神 我怎么没有什么神明 因为刚好内人在选战期间里面 需要住院开刀 可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照顾 只要把他拖到选战之后 那立即住进医院来治疗 谢谢大家关心 现在已经康复了 菩提本无数民进议飞台 这是六组慧能大师的名言 其实我想蔡正明强调是后面两句 他自己的心境 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就把它稍微修正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权贵本不贵 地保亦非保 脑中本无物何必选市长 又冷了 好赞啊 讲得好啊 好 这个蔡正元呢 他其实算是在这个选后 终于打破沉默了 但是他一线声就大爆料 他说这大连舰队惨败 其实他原本就有预料 他说这个会赢才怪 好我们带一个来看看 为什么会当选才是奇迹呢 他说过去两个多礼拜 他在干嘛 他主要先交代一下 他在照顾开刀 卧床的妻子 不是故意神隐的 他也爆料说鼎心在十月发生 甲油风暴的时候 国民党高层一度跳过他 打电话给李德韦 然后李德韦把电话给了连胜温 然后下指导期叫他只谈食安 不要灭顶 但是后来总统府后来 不是公然灭顶吗 好像是让这个连胜温吃了一大忌的闷窥 另外他也说他心里从来不认为连胜温有当选的机会 相信大家如果看益中官的爆料的话 其实蔡成元讲的更多更多 里面还包括了Coco姐周玉寇 他暗指所谓的Coco姐口中的马核心 好像是不断的在放话 甚至是阻挡这个撤销Coco姐的党籍 这中间好像是有一些阴谋 甚至他也说选举过程当中 联营透过各种管道 是要动员一些国民党立委上谈话节目 来帮忙打仗 但是都得到很冷淡的回应 OK 好 他也说到说 他叫大家来上节目 可是一个个就躲 他也讲到这个赖世宝说什么 他说他们不想上来 因为都被绿的压着打 所以他们就选择 不会打他们的节目去上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认知不是这样 我们就是每天都 就请他们一定要派人来 一定要派人来 就是不来 那怎么办呢 那你说五打一六打零 这也怪不得节目嘛 但因为蔡成元这个话 不是说给你听的 真的 对 听说是大内高手叫他说的 OK 那是这样吗 不知道 我不是他 我也不知道 那谁知道呢 玉琛姐知道 我稍微提一下 就说在选前 这个国民党内 尤其是上节目的状况 真的是各台都找不到人 所以你看到 看到这个蓝营里面 那个我们石秋议员算是 频率很高的 然后再加上祭国洞 可是呢 杨议员呢 他讲了真话 因为他那时候说 应该要让江一华下台 然后要让宋楚瑜 宋先来组阁 那甚至呢 他提了很多的蒋经国的时候 经国先时候的一些观念 要来做改革大破大力 结果我也落选了 结果他也落选了 可是呢 像祭国洞他是不分区 你知道祭国洞还亲自告诉我 还亲口告诉我说 高层 高层曾经略带威胁的警告过他 不要忘了 你是不分区 你还想不想继续做下去 就是他呢说 那我怎么办呢 我也只能够讲真话 我总不能背离事实 然后一直帮这个 谁谁谁讲话这样子 就是再上节目的 后来呢 他说他们不只如此 还跟特定节目的 高层或制作单位关切 就说那如果说 他要这样子讲的话 也就说如果不为国民党 讲话的话 那就别去了 就后来呢 那个季委员他告诉我说 那他后来只好全打 也就说所有的通告他都接 让他挡不完 这是他后来采取的策略 你看 这是事实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 就这个党中央 然后选前的一些策略 我觉得这个部分 蔡正元讲的真话 那只是说 他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很多人说 那你什么政策私当 人事之争 那你都不检讨自己 那就说蔡正元 好像都觉得自己没有错 可是他自己就讲了 反正我知道一定会输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他的脸书一公开之后 今天灌进去好多人 那尤其是柯P的支持者 谢谢他 对 都谢谢他说 麻烦你啊 继续吧 继续待到2016吧 没有 有人说 请他到2016去担任这个 不管是无租配或租无配的总干事 我觉得他就已经就是被国庆祝文了 那志伟你怎么看这个总干事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首先我希望蔡夫人胜利赶快康复 那我一直觉得说 柯文哲有所谓的大数据 连阵营会没有吗 国民党会没有吗 他们数据一定继续做 继续跑 那这些民调出现出来 是说这场仗非常的难选 可是我一直觉得说 蔡正元今天出来还是一样 他变成是说 所有媒体上面最够人玩的名嘴 第二名就是蔡正元 或是明代第二名就是他 他明明去很用心的帮 所谓的连胜文 来拼这一场选举 可是搞到自己满身心 蔡正元聪不聪明 聪明啊 口条也很好嘛 他愿意去摸这一块 可是我们今天仔细看一看 剖析出来之后 这一次败选原因回归到最后 感觉起来今天要操弄的方向 就是说连营也好 马这边也好 东方说就是蔡正元一个人不好 所以他输了 他好像在帮兰营找一个出口的感觉 那变成说他是千古的罪人 可是实际上 我认为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一个总監事他是尽心尽力 不惜的打泥巴战 然后也是在那抹黑 搞来搞去的 可是回归到重点就是说 今天你看看高层 国民党高层会打电话去官说 或者是要求连胜文 什么话可以讲 什么话不能讲 那今天回归到重点 这场选举选输了 连胜文自己有没有出来 好好的说 我哪里不好 中央哪里要再改革 当时候大明皇朝的连胜文 到从这场选举之后消失了 不见了 那我觉得最应该要检讨的 除了连胜文之外 还有马英九自己也要去检讨 那我们前天看到连战先生 看到马总统 买站起来就坐在那儿 也被人家骂爆了 我觉得今天回归到我的认知 连胜影也好或是马英九也好 还有中央我想 这么多国民党的立委们 都不应该要检讨吗 问题出在现在的执政党 问题出现在说 你已经输了 你错了 你还不愿意去反省 那今天搞一些内阁 乱七八 泡一道假议题出来 我觉得现在选民是非常聪明的 那我觉得说蔡振元 终于现身了 那该不该被罢免掉 我想这是选民自己的想法 那我也期待说 他应该出来说更多的真话 国民党内部到底是什么问题 一次让他并发症爆出来吧 因为我不想要跟一个 这么不好的国民党 一直再继续相处下去 国民党如果没有改革 没有变的话 台湾会更不好 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显然的 蔡振元这次出来 他的目的并不是像指挥讲的 他们要自省 或是要提出什么样的改革 所以有很多手忍政治的 一些观察家评论家 他们就这么认为 其实他这次出来讲的话 特别针对一些对象 是很精准的 所以这应该还是所谓的 公平内斗的一个布局 你怎么看 格局稍微小了一点点 我想他这个采访 东豪在这里 这个采访至少要两天三天 那这个采访是不是应该问一问 被他讲到的对象 好像也没有 然后上架以后今天上午 蔡振元居然出来了 这是经过设计的 蔡振元果然聪明 果然口条好 果然反应快 而且果然敢说话 但是他什么都检讨了 就是没有检讨自己 没有检讨连爷爷 没有检讨郝伯春 那这有点为德不足吧 你讲了这么多都对 包括你刚才有讲的 讲名字出来 你这名字都不敢讲 林德瑞 你怕得罪国民党吗 怪怪的 你这个民党的人 太不用了 他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叫不出名字 不好意思 行管会主委 林德瑞曾经打电话给 给廉振宇说 你们你们骂鼎芯 就刚好就讲 杜奥罗 所以后来以后只能骂石安 不敢把鼎芯名字弄出来 所以这也坐实了 那果然是有一个大的 大的门绳在那边 那果然吴子嘉说 那个前述也说不定是真的 对不对 那这点点滴滴 我只能说 如果要检讨选举的 失败的原因 应该要检讨 从各方面来检讨 那像蔡振源 你身为一个总干事 他里面说了很多东西 是总干事可以处理的 对 但是他提到一个东西 他说马王斗 把他列为三分之一的责任 那马王斗又不是说 连胜文要选以后开始 他早就存在那边了 那如果说 这个是你考虑原因 那你就不应该接 那我请问你 那些小鬼帮呢 小鬼帮是谁弄的 小鬼帮还有一位 从这个本来是基药 基药贴身组的人 变成这个机动组 然后那位老兄 他还 我的兄弟 他还在 还在这个 脸书上面写说 秦总干事 你不要再PO文了 你有什么策略跟我们讲 不要再讲一些屁话了 张寿文 对啊 那你想 总干事要不要检讨 败选以后是孤独的 可是你用这个方式回应 是不道德的 我说实话 国民党 纵有一千一百条的错误 还轮不到你 你这位蔡总干事 蔡总干事 蔡总干事 你要记得 选前你是怎么弄的 超过你的人都不能进来 在复选团队 那所以你底下人 每个人都不敢讲话 你有没有主客意味 有没有把你当作候选人 今天如果是你自己选 你做这些动作都对的 但是你是要帮他选市长 你到处得罪人 得罪了新选民 对 他现在果然成为候选人 变成罢名的候选人 对 我们稍后再来谈谈 选战留下的其他后遗症 包括了 大家可能都忘记了 MG149 还有人在追